鋁箱運箱奪金 不止游做台北細語雙鳥冠軍 世界語聯超級300 台北羽毛球公開賽 昨天上演決賽 香港羽毛球運動員吳子柔 煽火拍李俊熙直落兩盤 打贏世界排名第158名的泰國對手 勇奪運箱金牌 其後吳子柔稍試休息 就和曾曉欣決戰日本女箱 這對世界排名第6的吳曾沛 以決勝局反超前 最喜歡總局數2比1拿上女箱金牌 亦是首次拿到超級300賽的冠軍 為港爭光 他們今天反港 是機場表達感受 可能比賽之前我都沒有想太多 所以就很放開地打 因為前一場是打完混雙 所以以免了 可能體力上已經消耗了很多 女箱其實我也是 打之前也是跟自己說 頂上她最後一場 然後堅持著 不要放棄 但是今次拿到兩個 我覺得很高興 我們也感謝你們能夠這麼支持我們 而只有今年才在四月荷蘭羽毛球國際賽中 拿到雙鳥冠軍 加上台北這兩塊金牌 合共得到約62萬港幣獎金